美股走势评论22年5月22日 Todd Butterfield 威克夫 SMI 纳斯达克WWG指数 过去两周在每一个短线顶部 Tag指标给了我们卖出的机会 因为Tag还在接近超买水平 我们估计走势超底前走势先会下跌 SPY大盘走势显示同样的迹象 在近期走势的两个顶部 Tag准确地给了我们卖出信号 在短线我们对SPY也是看跌态度 美国在卷TLT上周三 Tag先读出了超卖 后走势出现了三天反弹 在短线我们对TLT是看涨态度 关于黄金GDX走势 我们向着看涨态度 因为Tag已经读出了超买 走势反弹的速度应该也会慢下来 等走势回调 我们再会观察买入的机会 美元UOP大盘 向我们预测上周走势抛售了 因为Tag指标也回落到超卖 我们想在做空前 先测试反弹的力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